封印?似乎好好的 由我们祈祷轮流派人手巡视着 并没听说过什么异程 师叔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祈祷轮流看守 这么说,即使其他岛屿修士看守时出了问题 你们也不一定知道了 若其他岛屿不同告我们 恐怕只能如此了 奎幻和妇人互望一眼 也只能硬着头皮回应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韩丽文言未曾动怒 反而是目光闪动了几下 单手一拍腰间的储物袋 一套五颜六色的阵齐阵盘出现在了手中 你们带领三十六名弟子 马上去魔渊入口处 马上将这悬钢天煞镇步下 我要下魔渊一趟 不论什么东西从里面出来 都要给我挡下来 我不指望你们杀敌 只要稍微拖延一下时间就可以了 一听此话 奎幻二人大大的意外 但口中却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 事不宜迟 你们马上挑好人手 立刻到封印处布下阵法 我要先走一步 进入到魔渊去看看 希望只是虚惊一场而已 韩丽难难地说了两句 将布阵器具一抛 站起身来 接着未等眼前二人回复 就周身灵光一闪 化为一道青红 往空中击射而去 接着顿光方向一改 正是冲整 封印磨冤之处 妇人和魁焕盲 宝宝公送了一下 随即不敢怠慢 纷纷放出传音符 召唤岛上合适的其余弟子 片刻后 另一波修士聚集了过来 三人马上分布布阵器具 然后带队从岛上出发 他们可一点时间都不敢耽搁 生怕误了韩丽的事情 而这时的韩丽 却已经站在昔日的魔渊入口上方 当日的巨大漩涡 如今只有五六十丈宽广而已 并且在漩涡的四周 分布着十几根巨大石柱 这些石柱不知用何种材料炼制而成 刺金非金 刺木非木 竟能半幅在四周的海水中 一动不动 从石柱上射出一道道乳白色的灵光 正好形成了一层白色光幕 将漩涡彻底封印 韩丽悬浮在上方 双目微眯打量着眼前的封印不语 韩前辈 你看这封印一直完毫无损 会不会前辈的消息有误啊 而且我们七岛的修士一直守在附近 绝对没有松懈过的 在韩丽的身后 另外站着七八名修士 其中一名结单期的红袍修士 正小心翼翼地问道 看来已经知道韩丽身份 而其余的助击期修士 则束手而立站得更远一些 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喘 哼 想要不损伤封印潜入其中 我就至少知道五六种方法 至于瞒过你们的耳目 更不是什么难事 听到韩丽如此一说 红袍修士 只身面露一丝苦笑无语 一会儿我们洛云宗弟子 会布下一座临时阵法 暂时控制出入口 你们赤连宗一会儿配合一下就行 这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问题 前辈 你真的要进入封印之内 这个自然要入魔渊一趟 否则 我何必亲身到此 现在是魔器被压制最强的时候 也正是进入这里面的最好时机 韩丽毫不迟疑 随即抬手望了望天空 现在正是午时 炊热的太阳高挂空中 显得惹眼异常 红袍修士也抬手望了一下 刺目的娇羊 脸上露出了一分恍然的表情 好了 你们好自为之吧 我先下去了 韩丽不愿再耽搁下去 袍修一抖 一团三色火焰滚落手中 化为一把三色雨扇 随即就见韩丽单手持扇轻轻一晃 扇上符文纷纷涌现 一层三色火焰在雨扇表面浮现而出 韩丽身形一晃 人就化为了一道青红 往光幕上射去 同时手中雨扇 对准光幕虚空一掌 轰的一声巨响 三艳扇仿佛一把锋利无比的火刃 三色光焰轻易地将乳白色的光幕 一下划出了一道仗许宽的裂缝来 里面漆黑如墨的魔气 狂涌而出 想要弥漫开来的样子 红袍修饰一见此目 脸色微变 那些筑击其修饰则情不自禁地惊呼了一声 可是韩丽另一只绣袍 却早就有准备地向下狠狠一服 顿时一股清蒙蒙的光霞 向下狂卷而去 竟凭借着强大的灵压 瞬间将这些泄露魔气 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随即灵光一闪 韩丽就射入魔渊之中 而那被分开的乳白色封印 却在此时飞快地弥合如出 竟是一丝魔气都没有跑出来 红袍修饰这才心中一松 随即自嘲了一下 对方可是天难第一修饰 自己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但就在此刻 忽然站在其身后的一名 筑击其修饰 口中一声大喊 师伯 你看 红袍修饰文言一正 头颅一扭随身望去 只见远处天边有灵光闪动 随即有数十道顿光 正朝这边击射而来 是洛云总的修饰 看来这位韩前辈还真没一点虚言 难道真有什么厉害的妖魔潜入到了魔渊中了 红袍修饰望着远处喃喃几句 面上现出了复杂之色 身处漆黑魔器包裹中的韩力 已经浑身金虎闪烁 再次激发了辟邪神雷 以防止魔器的侵入 他在轰鸣声中 正向魔渊最深处滑落而去 金虎魔器不停地交缠一起 但又在低沉的雷鸣声中 不停地溃散泯灭 韩力对着这一切视若无睹 却两手掐绝 正一遍又一遍地催动 玄母化鹰大法中 记载的一种秘术口诀 一千丈 两千丈 三千丈 韩力虽然口中法觉不停 但神识却是一直丝毫反应没有 随着深入魔渊越来越深 脸色阴沉得越发厉害 当深入魔渊七八丈之时 他心中不禁有了一丝晃动 难道他真的预料错了 那第二原因并未感到此处 而是另寻他处修炼 韩力心中嘀咕了一句 但忽然神色一变 竟身形一顿停下了顿光 他面容凝重异常 两手法觉一变 口中同时低沉咒语传出 但双目却是蓝芒闪烁 盯着下方眼都不眨一下 但是忽然他神形变得有些奇怪 似乎有些不太确定 犹豫了一下 他身形再次移动 只是这一次 韩力似乎很清楚目标所在 直奔某处方位顿去 这一次没有再落下 而是仅仅三四百丈的距离后 韩力就听到了一阵野兽般的 低吼之声 他嘴唇一抿 顿速再次慢了大半 手中的三燕扇却是滴溜溜一转 随即被五指一下扣得紧紧的 韩力瞳孔中的蓝芒却开始刺目耀眼 凝望着下方的魔器 眼也不眨一下 以韩力现在的修为 明清灵目全力施展之下 即使在万丈魔渊中也可看出百丈之远 只是一过五十丈后 所看到的东西就有些模糊不清起来 而在下方百丈之窑外 正有一个高大异常的黑影 仰手发出震天般的狂吼声 韩力凌目望去 竟正好和黑影仙红欲低的双目 猛然间对上 韩力心中一冷 因为仙红双目中满是暴虐之意 感觉根本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眼神 而像是一只充满试杀疯狂之意的野兽 韩力心念急转 尚未经意对方是否是自己此行寻找的目标时 那黑影口中吼声一停 身形一晃 竟木然在下方的魔器中消失不见 韩力神色一动 却不慌不忙地刨袖一抖 一面银色盾牌浮现而出 随之化为一面银色光幕将其身形笼罩其中 而就在他刚做好防护时候 背后处魔器中一阵翻滚 一只遍布漆黑粗毛的魔壁 一下闪电般地探出 一下抓在了光幕之上 轰得一声巨响 魔爪镜一下深入银幕半吃有余 韩力只是感觉光幕一阵乱晃 同时一股奇大的巨力 直接传了过来 脸色微变 脚步一动 身形略微向前走了两步 这才化解了这股巨大的冲击 但同时单手一晃 一把数尺长的金剑就诡异地浮现而出 一把握住头也不回的反手飞快一盏 金光一闪 半截毛茸茸的手臂被一盏而下 黑影大吼一声 身形向后亮腔了束部才重新稳住 但一对血木却恶狠狠地盯着寒力 满是凶残之意 果然是你 不过好像没有魔攻惯体成功 竟然半魔化 连神志都迷失了 韩力这才回过神来 仔细打量了黑影几眼 突然轻叹了一口气 距离黑影距离不过时来丈远的他 自然清楚看到对方 对方看起来还是那只天煞魔尸的大概样子 但是同样身上的黑袍早已少去了大半 露出了长长的尸毛 一些要害部位则生出了拳头大小的漆黑甲片 闪动着阴寒光芒 而在原本骷髅般的脸孔 却被一层淡淡的黑气罩住 隐约可见 五官扭曲一场 十分的争议 魔尸手臂被一盏而落 但伤口处一滴鲜血都未流出 仿佛体内一滴鲜血都没有 他口中发出低沉的吼声 却只能望着寒历手中的金剑却没有再扑上来 显然寒历的先前一展让他产生了忌惮 故儿虽然恨不得寒历被撕成碎片 但出于本能也没有再来攻击 他腰间明明挂着一个橱带 却赤手空拳不知取出宝物来硬帝 哪有丝毫灵智的样子 原来这万丈魔渊中的魔器 也许还不及昆吾山镇压的魔器 但魔化程度也远超第二元英预料 再加上第二元英因为顾及寒历可能寻来之事 在魔器灌体的最后阶段 竟一时心急 加快了几分魔器的灌注 而第二元英虽然有大眼觉在身 但是因为忙于修炼玄音大法 才只不过练到第二次而已 他神念固然比同节修士强大 但用来长时间抵挡魔器 却显然不足 结果魔器之体 虽然承受下了魔化的过程 但原因却在被快要完成之时 没有抵挡住魔器入侵 竟是被迷了心智 此刻魔师已经完全成了一支 只知道杀戮和依靠本能活动的半魔之物 并不比那些未开启灵智的妖兽强到哪去 韩里仔细打量过后 心中确定对方真的是神智不在了 心中大松 同时又觉得此事有些好笑 他将对方视作心腹大患 并这般隆重的星夜赶到这里 却是这般一个大出预料的结果 实在是让他无语 不过面对这样一个对手 他倒是轻松了许多 抓住对方应该不费吹灰之力 心中想着 韩里不再犹豫 单手一抬 三燕与善就凭空浮现 对方既然没有了神智 那自然无需客气什么 直接用三燕善将对方魔区强行化去就是 没有魔区的第二原因 自然就只能束手就擒 但是就在三燕善刚浮现出三色灵活的同时 对面的魔石突然中发出了一声大吼 身体附近刮起了一阵飓风 随即四周的精纯魔器 猛然间往其断壁处凝聚而成 并变换个不停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一只和先前一般无二的黑手 瞬间成形 仿佛根本就未曾被寒厉斩断过一般 不灭之体 寒厉先是一正 但马上冷笑了起来 将原本注入灵扇的威力又加大了一分 不灭之体的神通虽然少见 但他斩杀具有这种天赋的妖兽 也并非一只两只 只要用更强大的力量将其彻底摧毁掉 对方自然无法复原 一声奉鸣 一只数尺大火鸟从膳上飞出 诸身三色符纹环绕之下 直扑对面而去 而四周的魔器一触碰三色火焰 瞬间化为乌有 声势惊人之急 对面魔石似乎也感应到了不妙 若是第二原因神智犹在 一见三雁扇这般惊人的声势 自然绝不会应接 早就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但眼下 灵智迷失 魔石却被激起了满腹的暴虐 大吼一声 父亲魔器竟一阵翻滚 其往其身体中狂涌而去 随即魔石的躯体 一下就高涨了持续 接着一张口 一道漆黑如墨的光柱喷射而出 正好迎向了三色火鸟 轰得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在魔渊深处 一团三色光蕴和一团黑色光团 同时爆发开来 两者交织缠绕后 竟一时间僵持不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